我们总是小看孩子 但聪明的小孩若是愤怒了 大人也被耍得团团转 今天小妹给大家带来电影《愤怒的小孩》 主角孙小傲是一个留守孩子 父母远在莫斯科工作 家人团聚的机会屈指可数 平日里照顾小傲的是爷爷 作为退伍老兵 爷爷总是寡言少语 起床 吃饭 上学 睡觉 这八个字成为了爷孙俩唯一的交流 暑假过后爷爷突然病倒 远在莫斯科的父母为小傲请来了一个保姆 身材魁梧 不拱言笑的保姆 很不得小傲喜欢 生日将至 小傲盼着父母从远处归来 那是他们的约定 可临近时他却收到了父亲寄来的相机 相机录下了父亲不能归国的歉意 同时也点燃了小傲的怒气 萌娃愤怒 锐不可当 小傲计划来一场离家出走 首先用磁贴把保姆放在门口地毯下的钥匙拿进来 用气球挡住监控摄像头 顺利流出大楼 在利用镜面反光躲过小区的监控 最后小傲顺利躲进了搬家公司的车 在车上小傲发现了车厢里的另一个孩子 兰兰 兰兰自小被卖给了人犯 人犯利用他孩子的身份乞讨赚钱 可小兰心中思念父母 找机会偷偷逃了出来 现在人犯就在他躲着的车后头穷追不舍 小傲临近一栋 把货车里的油倒在了车后 人犯的车失去掌控 两个孩子顺利逃出他们的视野范围 搬家公司到达目的地后 莱兰便和小傲分开了 可莱兰身上装着人犯的追踪器 她刚走出不远就被人犯找到 好在小傲一手弹弓的绝活 用得炉火纯青 把莱兰从人犯的手里救出 这下莱兰和小傲也算是交上了朋友 两人跑了这么久早已机场碌碌 小傲之前离家的时候 拿走了爷爷的银行卡 他们想去银行取钱 可小傲根本不知道密码 晚上两个孩子被夜市里的小饭馆吸引 莱兰有乞讨经验 三两句话就成功哄着饭馆老板 给了他们两碗面 吃完面 两人发现了不远处的人犯 连忙转身逃开 小傲和莱兰在路边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启程前往莱兰的老家 半途休息的时候 小傲不禁天听到了电视里 传来爷爷和父母的声音 原来保姆发现小傲失踪后 立刻告诉了爷爷 爷爷急忙把消息 传达给了小傲的爸爸老孙 老孙现在也顾不得什么生意了 带着妻子回国报警 可小傲的逃离手段 警察一时半会儿摸不透 老孙只好求助于电视台 这样不管在任何地方 小傲都能看到 老孙知道小傲带走了银行卡 却不知道银行卡的密码 于是他利用电视传递暗号 把密码告诉了小傲 小傲连忙到银行取钱 随即来到昨天的小饭馆 想要还昨天的面钱 未想到饭馆老板老高 是爷爷的战友 他知道小傲的身份 就收留了小傲一晚 第二天老高外出办事 兰兰害怕他会报警 就和小傲偷偷流出了老高家 人犯早就利用追踪器 在老高家门口守住带兔了 这下四人撞了个正着 兰兰逃脱 小傲却被人犯抓走了 人犯的目标是兰兰 所以对小傲并没有多大兴趣 可他们也不打算放小傲离开 小傲看到被关押的房里 有乒乓球系上新来 和人犯用乒乓球打赌 一球定胜负 他赢了就放人 人犯信心满满应了赌约 不料小傲没按常理出牌 他假意抛球 趁人犯注意力转移时 把球打出 赢得胜利的小傲 自然大摇大摆地走了 可人犯却毫不在意 因为小傲的银行卡 和其他家当都在他们手里 小傲肯定会回来取的 小傲离开后碰到兰兰 果然想起了自己的家当 偷偷回来取东西 再次被抓了起来 人犯看小傲装备骑着 应该是富裕人家 就想用他勒索钱财 小傲谎称自己不知道 爸爸的号码 让人犯打开了 他带出来的手机 这下警察通过电信局 立刻知道了小傲有危险 另一边 兰兰返回了小饭馆 把小傲被抓的消息 告诉老高 老高立刻召集了 一帮老年战队 带着菜刀 锅勺等家伙 来到了小傲被关的房子 救出小傲的同时 还把两个人犯 给装进麻袋带走 只是在回去的路上 老高一行人 被警车拦下 下来的警察 看起来有些不对劲 老高就没把躲起来的兰兰 说出 只是把人犯交给了警察 还把警察的模样拍了下来 随后 因为兰兰一定要回老家拿东西 所以老高就先把兰兰和小傲送走了 两人顺利来到老家 兰兰循着小时候的记忆 在角落里找到了儿室和家人的合照 这就是他必须要回来的理由 老高这边 他之前假装人犯给老孙打电话 让他独自来碰面 老孙虽然一言半事 但还是被警察跟踪了 来到碰面的地点 老高把之前拍的照片拿给警察 这才知道带走人犯的不是真警察 而是一个通缉犯 更是人犯组织的领头 领头猜到了兰兰可能会回家 所以带着人犯去找人 果然见到了正打算离开的兰兰和小傲 你追我赶的场景再次上演 好在兰兰熟悉道路 带着小傲在巷子里左躲右闪 没有被人犯抓到 警察从老高空中得知了兰兰老家的地址 很快赶到 包括小傲的爷爷和父母也都来了 爷爷拿着望远镜从高处指挥小傲 让小傲使用弹狗对人犯进行攻击 大碗打到了一个马蜂窝 人犯为了逃命 慌不择路 躲进了警车 这一下可算自投罗网 逃都逃不掉了 危险解除后 小傲和兰兰也走了出来 小傲见到了心心念念的父母 很是高兴 老孙在知道兰兰父母双亡后 决定收养这个可怜的女孩 小傲一家终于团聚了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老孙夫妻决定回国工作 留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 而小傲不仅得到了父母的陪伴 连以后的媳妇也都定下了 小傲的故事或许只是电影 但留守儿童的存在 却是真真切切 父母之爱子 除了给予他们良好的物质条件 也需要注重情感的培养 千万不要等孩子决心 离家出走后 才明白陪伴很重要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怪小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